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当然啦 我相信 很多的投资人 尤其是在这个 7月份 甚至6月份 参加这个 比如说网路上 因为网路线没人管 对不对 参加那个网路 那个很大头顾 里面一堆分析师 有没有 讲法都是一模一样 叫做 天天涨停 永远大转 那么从AI一路骗 骗到怎么样 不得了啦 超导出现了 超导体 超导体是什么 我看这些老师 大概也搞不清楚 像小弟我平常有在研究一些 科学 天文 甚至量子力学 量子纠缠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 我是很有兴趣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就觉得 这根本就是骗局嘛 果不其然 跌停所死 我相信 你参加了这个投顾 对不对 被骗了这么多钱 听说 汇费高达五六百万 很敢骗哦 参加 参加投顾交汇费 交五六百万一次哦 然后呢 你所得到的是 今天跌停版 虾米问老船长怎么办呢 看着办 三个字 谁叫你是猪脑袋呢 对不对 人家不把你当猪仔 请问他打你当什么 当贵宾是不是 你还真的以为 参加就有掌停板了 那都是骗人的 我相信这些老师 应该都有送到 柬埔寨或是 缅北地区 去做过训练 不然怎么都是一样嘛 只要涨停的股票 都有像今天 那一群老师 应该说是骗子 通通都没有 这个超导体了 讲今天涨停的股票 那你是他的会员 奇怪 你买了超导体 两天 就跌停板 就20%了 他没有啦 为什么 就是骗你嘛 这样懂了吗 那当然这一些 猪脑袋会员 他们 也许没有看到我的节目 他们不晓得 那就算了 那有很多是 有来看我的节目的 当然会员去参加 那个天天大传 永远涨停的 心里就很明白 原来老船长讲的是真的 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 不这样子骗 很简单 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们常常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们先把电脑弄倒一点 这样也可以 好 你看 我常跟你们说 做坏事要下18层地狱 对不对 而这么多层里面 第一层请导播照镜 就是怎么样 叫做拔舌地狱 老船长什么叫拔舌地狱 听名字就知道嘛 把你舌头怎么样 拔下来啊 对不对 怎么拔 先看图就比较快了 有没有 这是小鬼 你呢 被他这样子把舌头扯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啊 在人世间的时候啊 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人世间之人啊 你做了挑拨离间 诽谤骇人 油嘴滑舌 巧言相辨 来重点来了 对 说谎骗人 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啊 小鬼掰开来 人的嘴 看到没有 然后呢 用铁钳夹住舌头 硬生生拔下 就像这样子 看到没有 而且非一次拔下 而是先拉长哦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你拽下来 而且要不断的重复 这样的动作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骗人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做头顾老师 我骗了人之后呢 我呢 可以赚很多钱 来孝敬我的父母亲 来照顾我的子女 你看 我是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 对不对 你搞错了 你要下地狱的 懂吗 你看这么多 十八层地狱这么多层 第一层就是拔舌地狱啊 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 头顾老师 他们骗了很多的钱 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但是在我看来 那都是不义之财 那有人说 哎呀 这个不会报应的啦 这没差 你怎么知道没有地狱啊 对不对 如果有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你就每天 也许是上刀山下油锅 上刀山下油锅 还有自杀死掉的人啊 听说先到王子城 你要 因为你阳寿未尽嘛 你不争取生命 你就要反复的 做自杀的动作 然后呢 你也不能够再投胎为人 那个是到畜生道去 因为让你这一辈子做人 你不愿意做嘛 对不对 你还自杀到畜生道去 所以在这边也是 顺便一讲 这个生命要珍惜 你要想你如果去自杀 你的父母亲 你的家人朋友 他们会很难过的 何必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人生过得好坏 他差不多就是百年以内 都要走 对不对 像我作为分析师 我常讲啊 上台中有下台时啊 对不对 我现在看到很多 新的分析师出来 哇 骗得一塌糊涂 干嘛 跟前面的老师学啊 我只是不好意思讲 你这么厉害啊 那我老船长 就拿个 不要多吧 八千一亿的 对不对 给你操盘啊 如果不是像你节目上讲的话 我们就法院见 我相信全国没有一个老师敢收啦 绝对没有啦 听得懂吗 有的话我倒立着走 是不是 不要去骗人家 所以今天节目 这一集很棒 麻烦你 把这个 对 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看一下 这一些老师 将来是要怎么样 要到拔舌地狱去的 然后呢 被人家 把舌头怎么样 用铁夹子拽出来 所以说 当然啦 你现在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是因为你可能就想说 被骗就算了 对不对 有的投资人真的是心肠很好 天天大赚 永远涨停 参加根本都没有啊 算了 会费就算了 输掉钱就认了 很多投资人都是这样很善良 就造就了这一些不法分子 一直骗一直骗 所以说 如果你真的要来 这个举发这些老师 我建议你不要跟金管会检举 没有用 我讲过了 要跟检掉单位 这个一定是构成诈期 七年 最高七年有期徒刑 这个搜证其实很容易啦 对 但我不要在这边当场交 浪费时间啦 我只是告诉你 就算你们没有去制裁这一些老师 那他们将来还是会下地狱的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这个盘 我是觉得说 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 当然啦 在这之前 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把这个记下来 今天是几月几号 看我的节目 来 各位看 这个是大盘 对不对 我按一下叮咚 有没有 对 台北股市加权指数 短线翻成 网 罐 黑 你要注意哦 老船长那完蛋 世界末日要崩盘了 不是 是告诉你 短线 根据我们的 AI系统 你不是每天AI吗 AI很重要啊 就你桌上都没有一套AI系统 那笑死人了 对不对 那他告诉我们短线台北股市翻空 今天 那不代表说股票就不会涨嘛 因为每天都有股票涨 每天有股票跌 那这段时间 台北股市也是翻空啊 有没有 也有股票大涨嘛 我只是告诉你 当台北股市加权指数翻空的时候 那个叫做市被公办 就是说你要比较努力做股票 就是说他不大容易涨 这个环境不好 大环境不好 所以加权指数指的就是大环境嘛 对不对 但是不代表没有股票可以做多 要明白老船长的意思 好不好 而且我们也不操作旗子啊 我们也不做选择权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供我们做参考 你心里要知道 好 那股票的部分就要分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 我们先讲AI 你要注意哦 我给你看哦 AI我说过要先看什么 先看3231的伪创 好 股票市场永远有那种怎么样 学不会的 猪脑袋 投资人 就同一个地方 那边有个坑 你走过去摔了一次 对不对 等一下哦 你待会在经过的时候 你不要再摔倒 诶 他照样摔倒 老船长太夸张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啊这是干嘛 到了这边有人在追啊 追完收盘叫救护车昏倒 不要追啊 对不对 这个还没跌完啊 违约交割啊 听不听 听不进去啊 因为这些投资人也很可怜 他们交了会费啊 对不对 去参加了我刚刚说过那种 什么骗人的投顾嘛 然后呢 拼命教他买AI 套牢再加码再摊平啊 说一定会涨上去的 因为他就跟你拼嘛 如果输的话再来谈嘛 赢的话你不会退费啊 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我一看伪创这个 来注意看这边 三二三一用我们的系统看 很清楚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叫伪创嘛 三二三一对不对 今天翻成王冠黑了 不要再去买他了 前面王冠红随便你买 你不买 你非要等到 王冠黑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请照最近这边 你注意看老传长就要你们看过 当个股王冠红打到 这一根黄金线下的时候 甚至就是从接触到 你就要小心了 打到线下你就要 这个不能够再买了 懂不懂 纵使他是王冠红 看到没有 今天王冠黑了 这三二三一的伪创 那请问一下 什么英业达啦 他们的技嘉 甚至广达这一些 有赚钱的AI 就是本身股票 因为伪创本身没赚什么钱嘛 那我刚刚讲那些比较机忧的 他们是王冠黑 还是王冠红呢 下半段节目回来 我继续分析 股海茫茫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股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位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当然啦 你这个桌上没有 我们的王冠AI系统 对不对 你是不可能知道 到底哪一些AI 今天翻成王冠黑了 当然啦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看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说过 我们是以这个 伪创为主嘛 来做分析嘛 对不对 请贼先请王 我告诉你 他今天翻成王冠黑了 个股的王冠黑 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就是操作个股的嘛 你说大盘王冠黑 只是做参考而已 对吧 那你要小心 那什么 刚刚我讲的那些 比较稍微基优的广达 技嘉那些 你想知道的人 你自己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今天是周末假日嘛 你很紧张我知道啊 你的股票到底是怎么办呢 就是很多人今天跑去抢反弹 那都是不对的 AI 没有办法化成EPS 甚至营收注入在财报上面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我说你就不要做最后一只老鼠 那那一些 我说过送去柬埔寨 跟缅北受训过的老师 那家投顾一堆老师 他们呢很简单 通通都没有AI了 都撇清了 然后来讲什么 讲超导体 对不对 各位看我的测标 这边是AI vs BI 对上BI嘛 那我是不是早就讲 我说小心了 AI 会变BI 对不对 那现在就变成BI了 那怎么办呢 我说过三个字看着办 你也不用找我 我不可能说你来找我就带你解套 这种鬼话一堆投顾老师都在讲 他心里想 别的老师把你骗去当猪老袋宰一次 对不对 我再把你骗过来 说我可以救你 懂不懂 然后再宰一次 救什么救啊 这个伪创跌成这样救什么救啊 你买在这里的 那个投顾都带你们买在这里这里的 对不对 现在死成这个德性了 这还要跌啊 为什么 财报交不出来嘛 什么交不出来 第一季只有赚 连一毛都不到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 怎么样支撑它的高股价呢 那有一些是比较好的 什么广达啊 技嘉这一些 他们其实EPS也是衰退的 而且他们是不是已经翻成王冠黑了 或是准备要翻了 那这个我在节目上我就不讲 今天节目结束后 你有AI套牢的 甚至你是参加那个投顾的 对不对 很大的投顾 里面都天天涨停 永远大赚的 你打电话进来 因为你的老师他 你有本事 你再打去那个投顾公司 他们一定叫你再交100万的会费 就带你解套 那你如果蠢到 笨到这种地步 你再交100万嘛 对不对 明明知道人家是诈骗集团 对不对 当然啦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才知道他们是诈骗集团 对不对 主管机关其实也没在管 因为主管机关就是 只会测入我们的电视节目 那现在上电视的老师很少 对不对 因为上电视成本很贵 是吧 那像我就很辛苦 我又不骗 要不骗 又有办法活这么久 也是不容易 表示还是有 很极少数的观众不是猪脑袋 大部分都是啦 对不对 试的都去参加那种 所以他们的业绩非常的好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就赚黑心钱 但是没有用了 还是要这样 赚到黑心钱 最后你还是要这样 看清楚 一个都不要跑 在人世间你犯了罪 你可能跑得掉嘛 对不对 这个罚网有时候还是会漏掉的 但是你下了地狱 一个都不要跑 这样懂意思吗 那 除了 这个AI变成BI 看我这边 那这边呢 超导体变成 超导 哪个导 抖掉了 抖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股票 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这个超导体的股票 来看一支 比如说2009 来 什么股票 第一桶 很漂亮吧 很干脆吧 跌停锁死 要不要跑 不要跑了 或是8390 839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金一鼎 跑不跑 想跑老船长 跑不掉 你敢说你没有参加那个投雇 他带你买在高档 然后今天一开盘跌停锁 你卖都卖不掉 然后你很着急 对不对 打电话去投雇公司 他们的那个业务 业代都已经训练得很好 乖 不要怕 2月30 保证获利 保证解套 这样懂意思了吧 或者是怎么样 他看你还有钱 金光党 诈骗集团 就是这样 一直在用话术套你 觉得你还有钱 但 对不起 你再交一百万 我们就带你解套 老师亲自带你 你看狠不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要抓 这个诈骗集团 这一块 投雇这一块 一定要抓 因为太嚣张 这么多年 还有去庆功宴 业绩好 跑去庆功宴 骗了投资人的钱 跑去庆功宴 哇 高兴得很 完全没有羞耻心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金义鼎 第一桶 锁得稳稳的 麻烦你今天看一下 你老师的节目 绝对没有 讲都不敢讲 然后说他现在 会员买这一支 今天掌停板大赚 如果你真的气不过 你要告要告 检调单位 你千万不要告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没有办法 对付这一些 主管机关的网路 他们都不管 因为网路这么多 他怎么抓 对不对 他不是只有测入 我们电视老师嘛 你懂了吗 那种自己有网路平台的 现在投资公司 很多有自己网路平台 他们花大钱去砸 对不对 让这平台的人数 看的人多 然后好怎么样 做一次给你来 出脑袋 全部扫一遍 明白意思吗 那为什么很容易被骗 因为网路上可以乱讲 主管机关不管 所以到处乱骗 他心想 你这么敢讲一定是真的 你没有是分析师 又有头顾又有执照 老师又有考到牌 又是学问很好 又是学问很好 不会骗人 那你真的是猪脑袋 也不会骗人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讲 金益鼎怎么讲 第一桶怎么讲 还要把超导体 超导体 我快笑死了 超导体 常温常压超导体 做的出来 马上诺贝尔奖就颁给他了 全世界要做改变了 没有这种事 但是在我看呢 就是韩国那些鬼扯蛋 诈骗集团 什么 我好不容易做出来 像米粒一样大的 你神经病 全世界如果要用超导体 你做出像米粒一样大 而且还说运气要很好 才做得出来 根本一看就是要诈骗嘛 鬼扯蛋 想要削钱 懂了吗 那怕搞太大了 全世界很兴奋 真的韩国做出来 赶快下架文章啊 为什么 怕被抓嘛 一定的嘛 哇 就这些头顾老师 逮到机会 看到什么鼓要喷涨停的 全部出来骗 哇 又说超导体怎样 我问你怎样啊 你的老师连 不要说知识 连常识都没有 这一看就是要诈骗嘛 还在节目上讲超导体 讲的跟真的一样 哇 金义鼎超导体啊 对不对 第一童超导体 好像跟铜线 跟金有关的就超导体 所以我觉得 一个骗子啊 其实他就是一个草包 你们看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讲 有 每一个观众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啊 我的助理传给我说 啊 老师啊今天超导体 很流行的怎样 我都跟他讲那是骗局 我直接回他啊 那头顾老师可以 可不可以靠这个股票 来赚到钱 可以啊 因为我 这个市场 什么没有 猪脑袋最多嘛 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种肮脏 下山烂的钱 我是不赚的 所以你们 看我节目 不参加的会员 其实也无所谓啦 我也混到 现在也混了 这么多年了 我是非常资深的分析师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继续混下去啊 但是你看我的节目 有个好处 叫做 有看怎么样 有保比啊 所以这一集 帮小弟按个赞 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醒一醒 做猪脑袋 一时可以 不要做一事 一世人都猪脑袋 是不是很可悲 对不对 人家骗你固然很可恶 可是你要检讨 你为什么那么好骗呢 对不对 哪有股票天天涨停永远大赚的 一看就是诈骗集团的节目嘛 对不对 我在这边已经呼吁了十几年 还有一些 还有这么多猪要上当 我也没办法 是不是 我不是说见不得人家好 我再说一次 那种钱赚完以后 要下地狱的 要到拔舌地狱 对不对 地狱有十八成 第一成就是拔舌地狱 专门为头顾老师所设置的 那我要赚这种钱干什么 我神经病啊 对不对 我还希望来生 如果有来生 我转世投胎 我还要再做人啊 我干嘛要到畜生道去 对不对 而且骗了人家的钱 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那什么东西嘛 你还以为你是一个 好爸爸好妈妈 肮脏钱啊 所以有些父母亲 知道小孩子的钱 是偷来抢来的 他宁愿饿死他都不要 懂吗 那不叫做孝顺 那叫侮辱你的父母亲 那叫做大逆不道 知道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你们把心要修正 来到股市 不好赚 真的不好赚 不要每天相信那些头顾老师 哇我这边有多少趴了 你看那节目写 我这只股票又多少趴 一百多趴 两百多趴 那种你会信哦 不久这些老师就消失不见 一段时间又跑到别家头顾去骗 就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 有所醒悟啦 那你手上的股票到底 我们言归正传 是王冠黑还是王冠红 你很好奇啊 应该不能讲好奇啊 你就很担心嘛 你很想知道 对不对 那这么多观众我不可能在这边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档 对不对 所以请你在周末假日 把你的持股 什么AI的也好 超导体也好 然后呢 诶 传给我们的助理 因为你先打电话进来 然后加完LINE之后 你用LINE传给他 我们呢 用LINE来回答你 这样子 各位观众 也省费用嘛 不然这么多人 我们投顾要对这么多 而且这个不收你费用 那我们会赔死啊 别人的节目做生意 小弟我的节目做公益 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默默在做 电话在旁边 要不要拿 就看你自己 要不要把你手上的股票 做一个诊断 5 4 3 2 1 现在开始拨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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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